没有娘家的这种 然后我从15岁开始 我就自己做YC了 然后我做YC了几年呢 然后用自己身边的资源 给自己弄了一个国内211的学历 20年的时候口罩不是很厉害 口罩风暴不是很厉害吗 然后等到稍微开放一点的时候 我就5月份左右吧 就来到就是说我刚目前这个老公 这个这个赌方来上班了 是动死大死的那种也是 走了 然后8月份的时候 对8月份认识了我老公 然后因为我基本上是属于很自爱 然后又很灰激人生的那种 外面的人生一直都是 我是女大学生 然后出来建职的 然后9月初的时候 因为我人设是这样子的嘛 然后感觉这里还也没有什么可发展 9月初的时候我就辞职了 跟这边所有人说都是我要回去读书 然后跟我老公就是没有分手 因为他条件有点有点不错 短暂异地之后我后面又见面了 就没有做什么措施就有挖了 有挖了之后 我老公当时的心态就可能是把我带 因为他现在没有什么钱吗 没有什么米 然后然后就带给他父母见面 然后他父母又听了我 就是说外面人设的这种条件 又说又觉得还可以 就是说让我把小孩生下来 生下来了 然后就生下来了 然后给我提高钱的 我目前是结婚了的 目前是结婚了的 后来呢 后来他父母就知道了我这个事情 然后也去调查过我 也觉得就还好 没有什么样子 然后我老公那基本盘就是南方的一个四线小城市 然后剩下可能有几个小目标这个样子 但是这些钱不是他赚的是他爸妈 然后婚后我们他婚后我们也一直没有赚钱 后面我是二胎查出来二胎之后 他才开始利用家里这些资源去赚钱 然后目前是已经有进账了的 不出意外的话一年可能有五千个左右 但是他利用身边资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刚开始利用这个想去赚钱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大佬 说想要带着他 带着他之后 因为我就见过比较多的男生了 是属于我就一眼的看出来 他这个所谓的大佬 不是什么靠谱的人 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就叫我老公跟他后面肯定会学坏的 当然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子 就是我老公之前没有跟我结婚之前 也是很花的 我们本来是皮歪皮歪关系 然后我代求转正的 啊本来他就是属于很会玩的那种 然后跟我结婚之后老是很多 呃他跟这个所谓的大佬 刚认识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屁股后面 又玩啊或者是怎么样子了 然后有一次出差 然后呃就是回来的时候发现 然后被我发现 他跟他之前的皮歪联系上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吵架 当时我是已经二胎怀孕7个月左右 当时我就很伤心 我接受不了 然后我就当时就去医院想要 想要怎么样想要把小孩拿掉了 然后后面 因为当时月份很大的医生不给不同意 然后就没有做成后面他 因为他在医院里面有熟人 然后就打电话 过会通知他了嘛 那他之后 然后我们俩回去又吵 当时那一个月之后 基本上都一个一个月 我基本上我们都在吵架 然后 后面他就说了一句就说 对我早就没有感情了 就不爱我了 很正式的那种说 我因为我比较了解他 我知道他说的一定是真话 我就当时就破防了 破防了之后 后面就说到扯快乐症的事情 也没有扯长 然后但是当时已经闹得很厉害 闹得从吵架到结束 已经一个多月 就每天都在吵 每天都在吵 后面也觉得这样没意思 我没有爸爸了 爸爸也那么大了 大家也不现实 就又给了我一套房子做补差 现在是他对我也很好 可能也觉得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很过分 或者怎么样 也有想要弥补我这个样子 就反正现在就对我很好 但是他没 我看到他对我很好的情况下 我就会想到之前 我们那些时候 说他不爱我这个事情 提问 就会想到 不爱我这个事情 提问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吵架的时候 有跟我说过 说以他的条件 什么样的女的长到 不要找我这个样子 他生小孩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想 我想的是 我要不要就是说 生完这个小孩 二太子生完 就是不打算再生了的 不打算再生了 我要不要是说 意思就是说 要不要是忙一点自己的事情 还是就是说 还是在家里面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事啊 你才22岁 你现在开始躺平干嘛呢 你这是 你要想一想 你人生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我确实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之前因为 我在YC上班嘛 因为我确实没有为自己活过 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 是他确确实是 他是在治愈着我 对我确实很好 然后我就想跟他 很稳定的再过日子 怕我这段婚姻不稳定 到底是要上班 到底是要就是说 自己去找点事情做 还是我婆婆的爸爸 是一个在我们当地上 是个很大很大的苹果 然后我婆婆的意思就是 给我弄到 因为我有学历嘛 然后帮我弄到 ZF里面去上班 体制内去上班 然后我就是 我就反正就是要么是 政府里面上班 要么是自己找事情做 或者是 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事情 尽力发展成事业 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就先去找自己喜欢的事 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呢 每天两点一线的 那个东西有什么好搞的呢 22岁 青春还还长得不得了 不知道在哪 总是一天到晚就想着 哎呀我就这么过啊 我就买孩子 我就买孩子 我就这么过 我就立即不了 你们的人生没有自己的追求吗 你们的人生没有 没有想要把自己活出来的 那种感觉吗 我也要有点什么 对不对 我也要做点什么 我也要有自己的圈子 对吧 我也希望我自己 能在某一个点上 产生一些可能性 是不是 就是 难道我就是一直要 围绕着别人来生活吗 你说你现在已经40岁了 你说哎 我都这么过来的 我现在也不想动 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才20出头 20出头不就是应该 好好的再去找一找 更多可能性吗 你已经把人生 该完成的重大的事件 都已经完成掉了 其实你已经没有 任何的负担跟忧虑了呀 要什么有什么 你不就应该 更加的投身于 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试图把 自己喜欢的事情 变成自己的事业吗 你们现在看到了吧 这现实说法的 15岁出来混 15岁出来混 混YC 然后什么 19岁吧 是19岁跟他这个 老公再起的吧 我跟你们讲了的 人女孩子啊 只要是年轻漂亮 那就是一切就有可能 男人其实是这样的 男人 他们就是看成品展现 是什么 你可以是一个年轻 漂亮 简单的女孩子 你也可以是一个 这个有一定年龄 但是呢 资产水平比较高的 风云犹存的女人 她也不太会去过问 你的这些财富 是从哪里来的 最怕的是不上不下 你们得占一头 你不能说 年轻的时候吧 脑子没想明白 觉得我还年轻 我可以学随便瞎晃 你一个是这么瞎搞 再一个吧 就是年纪上去了 还一天到晚 在练脑 还在想着 哎呀我要靠一个王子 来拯救我 然后自己不想想 自己怎么把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往上拔一拔 这就叫不上不下 还在天天想着说 我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我还天天被道德约束 哎呀 就是叫什么 自己给自己裹小脚 对不对 还觉得 那到时候 别人怎么想我呀 别人怎么想你 都比你一无所有 一无实处要好 别人怎么想你 都比你一无所有 一无实处要好 你们给我记住了 这个世界就是看结果 看成品展现 你们看到一个男的 负的流油的时候 其实你们也不太会去在乎 他这些米是咋来的 他挣的不多的时候 如果他干的行业很危险 你就会觉得 哎呀在搞这个 对吧 他真正的负的流油的时候 你还会在乎 他干的这个产业干不干净吗